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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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到2019年6月的時候 整間公司的情況非常不樂觀 而且技術長還在此時選擇離開 這不僅僅動搖了市場的信心 也更讓大量投資人開始懷疑 這一間特斯拉真的能不能在不久的將來 轉虧為贏嗎? 但是目前看許多媒體跟民主的說法 都在說 這特斯拉真的可能要倒了 甚至此時大部分外界的人都已經覺得 特斯拉已經跌落谷底 無法翻身 但在此時 特斯拉在中國政府的幫忙下 竟然悄悄的抬頭了 抬什麼頭?哪個頭?不好說 在疫情大盛宴及中美貿易大戰持續搏鬥的情況下 特斯拉成功在2020年1月 與上海超級工廠如期完工並交折 從此特斯拉的命運迎來了180度的變化 他們從只剩一個月就要破產的情況 到現在 特斯拉成為全球市值最大的汽車製造商 並且他們的執行長還成為全球首富 一往聽到全球首富 要嘛就是那幾位 什麼 畢爾蓋茲啊 巴菲特啊 什麼貝佐斯啊 貝爾納阿爾諾 很多人 他聽到Elon Musk的名字 那還真的是想都不敢想 還有一件事情非常值得探討 那就是為什麼疫情肆虐時 還有中美貿易打得如火如毒時 一間美國的汽車製造商 竟然可以在中國發展得如此之好 不說中美貿易大戰好了 我們就說疫情肆虐時好了 各位還記得嗎 2020年中國的上半年的時候 那還可以說是疫情最嚴重的時候 他們不只封城還封城 全國各大成分幾乎都封了 原來特斯拉他跟中國來了一場魔鬼的交易 中國的市場非常的大 一般來說 如果他們有自己的電動車廠商的話 把這個廣大市場 全部都分給他們自己的車商 讓他們自己國家的車商去賺自己國家的錢 那不是最好的嗎 為什麼他們會把這個廣大市場讓給特斯拉呢 原來他們是在互利共生 也可以說是中國在養套殺 對中國來說 完善你整個電動車產業 是他們的主要目標 中國電動車產業最薄弱的環節就是整車製造 由於大陸西的產業騎不較完 在電動車的基礎設施建設環節較為薄弱 換句話說 中國目前最需要的就是一家電動車的前輩 來教學如何完善這個電動車的產業鏈 因此 中國此時時刻 如果能夠前來已經有成熟電動車產業的企業 來中國本土設廠的話 那當然是要大力的懷疑啦 但是 中國想要完善某個產業鏈這件事情已經在2011年 蘋果進入中國設廠時就已經看到了 表面看上去 是蘋果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 來降低他們的生產成本 賺取了數以億計的利潤 但其實蘋果不也是在為中國 智慧型手機自主品牌的崛起之路 開了一條康莊大道嗎? 蘋果在中國設廠其實就是漸漸的協助中國 完善了整個智慧型手機的產業鏈 以前 蘋果在中國可以獨大 賺到一個油光滿面的 現在你知道 中國人拿最多的手機品牌已經不是iPhone了嗎? 這就是中國的 羊套殺! 那現在 特斯拉在中國 一樣是賺得非常薄 車賣得非常多 雖然說還不到他們真正賣最兇的時候 但現在整個電動車的產業也還沒有成熟啊 我指的成熟是 路上還有很多的車不是電動車 當未來各國的法規都已經規定 所有的車都要是電動車的時候 那時候的銷量才叫做恐怖啊 但 到那個時候時 中國他們的電動車廠商也已經壯大了 那也就是說 中國政府其實他們非常的聰明 也可以說是非常的狡猾 現在市場還沒真的很大的時候 我來讓你賺點銀頭小利 但是呢 我們可以從你這裡 學到 要如何製作一輛電動車 當到時候整個市場都已經打開來時 那我要再去服務我們國家的車商 到時候你特斯拉還有現在的毛賺嗎 到時候賺最多的還是我們自己的廠商啊 我剛才這個假裝是習近平啊 那中國還給了特斯拉怎樣的好處呢 其中一個好處就是 他們提供了廣大的市場 在2019年時 光是中國的交易量 就佔了全世界電動車銷量的45% 外加中國政府大力支持電動車產業的發展 這真的是讓特斯拉非常的心動 那這邊要特別提一下 中國政府到底有多支持電動車產業啊 首先就是在疫情肆虐中國的情況之下 各大城市各大省份都封城封城的情況下 唯獨特斯拉可以開工 在中國各省間的交通 強制停擺的情況下 上千名工人已經在第一時間 回到上海特斯拉超級工廠的組裝線上 這工人啊 多半是搭載中國政府提供的巴士 來往廠區和宿舍的 你看看你看看 為了揚著特斯拉 中國政府提供專車巴士 來接送他們的工人啊 另外 中國政府他們還特別協助 讓特斯拉工廠跟員工 獲得了許多優先的防疫物資 另外在他們的超級工廠在復工之前 中國政府也已經 以一種需要經過監管機構 批准購買的消毒劑 全面消毒過了 哇 我幫你消毒的消毒劑 還是特別需要經過 批准產產工買的消毒劑啊 你看這有多用心 另外 中國政府對特斯拉更好的一點 讓很多外資企業都非常的眼紅 在過去30年以來 只要外資企業想要進入中國 發展中國的市場 那麼他們都必須要跟中國的本土企業 成立一家合資企業 各持股50% 是中國原本的規則 也就是說 只要外資進入中國 那基本上 這間公司 要怎麼營運 要怎麼搞 中國政府和中國企業 都可以插手 不是你進入中國開那間公司 你就對那間公司 擁有100%的控制權啊 但特斯拉 唯獨它 可以在中國擁有 100%的實質掌控權 這可真的是 獨一無二 皇帝般的禮遇啊 那另外更扯的是 在上海 要買到一張 傳統燃油汽車的車牌啊 是必須要透過拍賣的方式去買下的 而一張傳統燃油汽車車牌啊 平均拍賣的價格大概是 1萬4千美金 現在看的話 差不多是台幣39萬 但是呢 如果你是要買電動車 你想要領電動車的車牌 免費 扯了吧 扯了吧 超級扯 中國政府呢 正是對特斯拉 對這間 美國的車商 非常的好 千萬別忘記 那個時候 川普 也就是美國的總統 正跟中國的現代皇帝 習近平 打得火熱啊 他們幾乎已經 撕破人家對著幹了 從經濟 從外交 從軍事 從政治 全都不對盤 但中國政府竟然可以 對一間美國的企業 這麼好 實在是讓人驚訝 不過啊 其實中國政府也打著自己的算盤 這一樁 與魔鬼的交易 下場 注定不會太好 他們的蜜月期還能夠維持多久 特斯拉會在多遠的未來 遇到中國本土產業的競爭 嗯 哪都不知道 這邊之所以會講到蜜月期啊 或本土競爭啊 其實呢 都是因為 前人的屍骨未寒啊 那現在呢 又有一個人準備送頭了 那剛剛我們已經講到 Apple就是其中一例 那在2001年時 我們現在這個搭建車 常會搭到那個品牌 UBER 它就有非常慘痛的經驗 他們的市值將近600億美元 但被他們本土的企業 滴滴給收購了 當時滴滴的市值 僅280億美金 還不到UBER的一半 但卻被他們給病掉了 而且呢 也整個被滴滴給打垮了 另外 Amazon也被中國本土企業 京東打得殘不忍睹 被迫在2019年7月 關閉其中國市場的電商業務 將因為重點挑戰到 跨境電商和雲端服務市場 有沒有 參通的教訓真的是層出不窮 許多的美國大企業 進入中國之後 幾乎無一不是碰了一鼻子灰的 這個外資企業 在中國創業失敗的魔咒 難道特斯拉不會感到 行業學的害怕嗎 我相信Elon Musk 大概也知道 只是眼前的蘋果如此之大 誰能夠抵擋這個誘惑呢 那當然有很多我們的台商也吃了這樣子的虧 只能夠說我們現在台灣還是有很多人 只看見了他的好 然後一股腦兒的呢 就想給他貼上去 連自己的靈魂也出賣也沒關係 恩 這個絕對沒有在說誰 蛤 不要自己對號入座了啊 好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了 記得訂閱魔鏡 Youtube 按鈕 在下面才能再見 掰掰 See you tomorrow 掰掰 訂閱魔鏡